如果说有一个AI能够把它以前所有的病例 通通把它消化掉 把它汇整起来 就相当于一个很好的助理一样 那我想这个是生成式的AI 以后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多参数它很重要 因为不同的参数造影 它看的特征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T1权重 加上打对比记的这个参数影像 它看到的特别是硬的肿瘤 就比较坚硬的肿瘤 但是T2VT这种造影 它看的是囊炮状的肿瘤 那所以我们想说 如果说能够结合这种T1权重影像 跟T2权重影像 那应该可以把肿瘤的轮廓抓得很好 所以我们是唯一全世界用参数影像 去训练模型 然后有取证的一个团队 这是我们临床试验的 那个部分还在整理 还在整理 这是最新的装饰 还在整理 这个是0.5次 应该是 这是比较小的 你现在这是哪个模型 这是比较大 这是我们取证的模型 不是我们新的模型 不是 北荣的加码刀是全台最早的 那听神经流是他们收集最完整的一个案例之一 所以我们觉得要从好的Data开始来训练好的模型 所以我们从听神经流开始做 在训练模型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标注一定要准确 然后你的数量要够 然后你的Case的泛化性就是抑制性要够 北荣的资料你如果按照张数来算的话 它是百万等级的张数 所以这个模型的训练需要很好的标注就来自于 放射肿瘤科医师 神经放射科医师 然后还有神经外科医师 很精准的圈柱 那我们才会拿来使用训练模型 比如说我今天去看病 然后我去做了MRI扫描 我扫描完之后我想我心里一定是忐忑不安 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扫完 AI就能够很快速的帮我处理 那我就可以直接拨电话到医院里面 接电话的可能也是AI 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的报告是怎么样 里面是什么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可以跟这个AI对谈 我就可以问他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注意什么事情 生活起居要该不该吃什么 那你是不是要运动或者要注意什么事情 布局上面我们除了现在拿到第一个 TFDA的财恩根据之外 我们基本上脑瘤在这边还有新一代的模型 第二代Detector Plus为什么很少人做 因为他要花费的人力实在太大了 因为你不可能叫医生每一个肿瘤都帮你圈 可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才有可能训练出这个模型 对 好的 感谢观看